各位觀眾,你們好 MyRadio已經踏入第十二年的年頭 在2019年的六月,大家知道 香港進入了一個大時代的局面 在這幾月以來,大家看到在社會上有很多抗爭 有很多年青人在前線上捱催淚彈,去奮鬥 在這時候,其實網台界發揮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因為頑固全部的主流傳媒,其實都沒有說到真相是怎樣 MyRadio作為香港網台界的其中一個分子 在這件事上,它有發揮一個相當積極的作用 我們每一天都有一個評論的節目 去鞭撻社會上這些現在出現的不公平現象 以及政治上的香港特區政府的走狗 以及香港警察的種種暴行 所以在這時候,我特別呼籲大家 全力去支持MyRadio 繼續發揮我們在輿論上批判的作用 令到香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要再沉淪下去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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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陳約莫士 你有沒有留意最近仍然有人說這個地球是平的? 有,也不是最近了 我後來發現原來這個不是在說宇宙科學概念 原來是在說賺錢概念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不是Friedman寫的 因為我最近也有收集 就是仍然有人想去證實地球是平的 當然,你說地球是否平的 那些,我也有個建議的 如果你遇上有些人不停跟你說地球是平的 你任由他,不要跟他爭論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地球是否平的話 很明顯我們是有一些標準的科學方法去驗證到的 可以被證毅的 就算你不需要坐上太空船 把自己跳到這個大氣層以外來看下來 基本上你在地面上 你都有方法用實驗 數學方法完全證實得到 那同樣的這些科學實驗方法 可不可以幫我們去問一下這個宇宙的空間 是不是都是平的呢? 那這件事就更加難去做了 就是需要說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宇宙科學的精確度和一些最新發展 其實有一宗就是 都在說近這一兩個月的消息 但是近來都有一個報道 就是關於一個宇宙學的一個很基本的概念的研究 就說我們的宇宙的空間是否平的呢? 還是曲的呢? 那又有一些新的發展 但是如果我們在地球 我們可以對照其他星球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地球是四方 或者是平 或者是圓 人類好多就知道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看到月亮 和你的所謂的形規 人類月的形規 另外你在地球上不同的方位 你看到那個影的長短的變化 譬如說很早的 已經有人提出了 當你走到不同的位置的時候 發現那個影的長度變化 驗證了可能是有些地球是圓的 這些概念走出來 很早已經可以用數學概念 很早的 這個甚至在人類文明之前 我想已經有人可以想到 有人想到 就不能夠日心說 因為地球是圓或者是平的 我們可以靠我們的直覺去判斷 但是如果日心說 這個跟我們原本的直覺的經驗有距離 但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用回這個想像去想 就是我們說宇宙 宇宙應該包括我們整個 所有的空間 如果你說它是平的或者曲的 我們怎麼理解這件事 因為如果我們說那個形狀 我們就代表形狀外面還有東西 是的 這裡可以這樣去說 這裡有很奇妙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一個空間是平的還是曲的 你可以完全抽空了那個載體 譬如你不只是說 我在踩的這個地面 是平的還是曲的 你需要有一些物質 形成一個平面或者一個形狀 然後你透過量去上面的東西 然後你才能感受到你處身的空間 是不是直的還是曲的 換言之就是 這個直和曲的概念 是一個物體的概念 不是一個空間的概念 是的 原先我們就一直是用物體的形狀 來理解我們的空間 我們就住了在一個圓形的球體上面 於是這個圓形的球體 就給我們處身於一個曲的空間的一個概念 當然這個是由直覺而來 但是實際上 當這件事可以變成一種 由數學表達的一種規律的時候 其實已經意味著 那個物質的載體是不是必要的 這個空間是平的還是曲的 這個形狀是平的還是曲的呢 完完全全可以抽空了一個物質的存在 變成一種抽象的概念 所以譬如說你說歐基里德的平面幾何 就是一個平的世界上面的幾何 然後又是一些曲的 曲面上面的幾何 就是已經不是歐基里德的幾何 換言之其實整個問題 我們是以幾何的概念去看整件事 是的 而這個幾何的概念去看一個空間是平的還是曲 其實都有一些可以很形象化的解釋 就算我們看科普文章 他們都很喜歡用這兩個的概念去解釋 譬如我說 如果在一個三角形的內閣和 台長你記不記得是多少 三角形的內閣和 這個九十九十九十 就是加上是一八八十 即是六十六十六十 是的 六十六十六十 或者可以九十三十六十 即是無論是連拼也好 你隨便在一張平的紙上 畫三角形的內閣和 一定是 只要是一個三角形的話 那些線是夠直的話 那內閣和就一定是一八八十的 這個定律在平面上是對的 這個就是歐基里德的平面幾何比我們的概念 但是呢 剛才台長你提過很有趣的數字 是有些情況 九十九十九十 都是一個三角形來的 都是由三條 我們認為最短的直線 組成出來的一個三角形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由北極點 向南走 即是向南走一公里 然後向左或者向右 或者向東或者西 右走一公里 接著你會發覺 你原本起點的北極點 其實就在你正北方而已 你會發覺就是 就是說你向南走一格 向左走一格 再向上走一格 最後你回到原本自己的點 如果在一個實際的平面上 你這樣畫 你會發覺你是解不通的 即是你畫了一個U字出來 你不能回到原本那點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地球本身 那個空間 是一個球體上面的空間 那所以呢 我們在北極點的時候 那個座標那裡就很容易 和我們根據南北的概念 就會在這些北極點 南極點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你畫了一個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內角和 不是180度的 嗯 在那個情況 就是剛才北極點的情況 現在那些智力題 IQ題都很喜歡 問這些 你會發覺那三角 加起來是270度 就是說呢 簡單一點這樣說 如果是在一個 不是平面上面 你去上面畫一些三角形的話 就會可以出現一些 大個或者小個 內角和180度的情況 如果那個內角和 是大過180度的話 我們就會說 這個空間的曲率 就是一個正數 如果那個內角和 是一個小個180度的話 我們就會說 這個空間本身 那個曲率 就是一個負數 那 或者如果 用在宇宙裡面 一個概念 可以怎樣理解呢 那 大家也曾經都學過的 就是說 什麼叫做平衡線呢 平衡線的其中一個定義 就是說 這兩條線 去到無限遠 都不會相遇的了 他們永遠保持一個 固定距離 永遠不會相遇 你找一把間尺 一直這樣畫 它不會交集的 它一交集了 就不是一個平衡線 這個這樣的說法 就在平面幾何上面是對的 但是呢 如果在非平面幾何上面呢 你會發覺 就是無論它是那個曲率 是正數畫口負數也好 總之你畫得足夠遠 你會發覺它總會是相遇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不是用間尺畫條線 我是用兩束平衡的光線的話 你會發覺 就是說 我兩束平衡的光線 我開頭以為 他們已經是很平衡 不交集的了 但是呢 就是因為可能 在最遙遠最遙遠的地方 這個很微弱的曲了的空間 就會令到這兩束線 是相遇了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重力透鏡的現象 就是說呢 這個引力令到這個 星體周圍的空間是扭曲了 令到他們的空間的曲率 由零變成非零 多數是一個正數 於是乎呢 平衡光線走過去呢 他們就會出現一個聚焦的情況 於是乎就是重力透鏡的現象 那你會發覺就是 這一個這樣的曲 就是空間 它是不是平還是曲呢 一個很簡單的意念 就是說 平衡光線會否相遇呢 平的空間的話呢 兩條平衡光線永不相遇 但是如果是曲的空間呢 即是它的曲率是大過零 小過零的話呢 那它就有機會會是相遇了 是 這個概念不是太難明白的 我想讀到初中已經明白的了 但是我們除了剛才說那個 就是平和曲之外呢 另外一個例子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如果是平的話呢 我一路向前走呢 是沒有止境的 但是如果是曲的話呢 如果是曲率是正數的時候 你這句說話是對的 但是如果是曲率是負數的話呢 這句也不一定會是對的 就是那個空間會不會是摺回頭呢 那就是好看你那個曲率是怎樣的 其實呢 今次這個宇宙學的發現呢 其實就是有少少對於顛覆了我們過往的測量的 就是它不是說完全跟過往的測量非常不吻合 但是就是只能夠說過往的測量不夠精準 現在在新一輪的測量更加比較精準的結果下來之下呢 我們發覺過往的一些結果呢 就是原來有可能曲率不是零 而是有可能有意義地偏離了零 而是一個正數才對 如果這樣說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可能就要成為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個宇宙不停地向一個前方不停進發 假設中間沒有受到任何星體引力影響的話 這句假設很天真 那我們最後呢 是會回到原點的 就是如果曲率真的大於零的話 這一個就是 這次發現一個最獨特的地方 其實後面有很多形而學上的問題 不過我們今天不討論 就剛才你說過就是我們用一條光線去做 如果我們去量度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沒有可能去travel 去環遊一個宇宙一周 那我們是否只能夠用一個光線的證據去引證這件事 其實就當然就不是說用平衡光線去射出去來度 因為我們知道整個宇宙呢 你就是起碼 就是我們看到可見的宇宙都三四百億光年了 就是光呢 你由你這樣橫跨過去呢 你走三百億四百億年的 更多於一個宇宙年齡的 你會發覺 那實際上現在我剛才講到 一個很精準的宇宙觀察 就是我們透過什麼精準的宇宙觀察來 去告訴我那個宇宙空間的曲率是多少呢 那這裏就回到自己 又吃老本了 就是回到自己的老本行 以前做的一些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一些研究那裏的結果走出來 其實話說呢 在我們去建構 就是去了解宇宙裏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測量 的一個量呢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而且就是在講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上面 它有哪些地方是多不均勻 它平均來說是很均勻的 就是零下270度左右 但是在一個平均的非常均勻的背景之下 其實都有一些很微弱弱弱弱的不均勻 的分布在上面 那我們就把這些呢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那個溫度上面很微弱的高低呢 就用那個全天候的這個衛星觀察呢 就把它量下來 那這項的研究呢 其實就經歷了很多代的了 如果你說的 從最初量量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就是1964、1965年 到1990年 就首次量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上面 有不均勻的情況出現 到我自己當年去看一下這些研究呢 就在講2002、2003年 就有一個叫WMAP的人造衛星 射了上去那個太空上面 專門量量量這些微波背景輻射 那由這一堆這樣的數據量量量出來 基本上就是認為呢 我們現存的宇宙模型和這個觀測數據呢 就發覺呢 如果我們將這個宇宙的空間曲率 設定為零的話呢 就能夠令到那些數據最吻合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認為呢 這些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上面 那種不雲巡性 那些叫各向不同性 那些不雲巡的地方呢 就似乎是同一個呢 空間平直的宇宙模型呢 是吻合的 那然後最新的一代那個 那個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觀測呢 那一塊東西 那個人造衛星叫Plank 其實都是講的 2010年代呢 才射了上去太空上面 那其實在近這十年八年間 就不停地去為我們去搜集數據 那其實我們曾經在科學生之道 都有公佈過他們公佈的第一手資料的 那但是當然這個的觀測數據呢 他不會量一次就算的 他就不停地採集數據 累積更加多的數據 來去射回到地球上 令到我們呢 將一些的測量呢 可以透過一個更長期的資料搜集呢 是量得更加準確 那而最新的這一批資料 結合了過往的數據 給到我們的結果 就是說呢 似乎呢 如果要成功解釋到 我們這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上面 那些分佈出來 劃出來的那些統計數據的話呢 似乎就較傾向一個呢 宇宙空間是輕微地正數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這樣的結果更新呢 就似乎就衝擊了我們過去的認知了 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我想都是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究竟我們的宇宙是否無限的呢 如果它是有曲率的話 那代表是它有限還是無限 有這麼說的 一向就會說它應該是有限 但是是無邊的 這個可以回到形而剩下的問題 這件事用來大人是一流的 就是用來嚇人是一流的 就是有限而無邊的概念 我們會說裏面的能量 裏面的物質 應該是裏面的質能 應該是有限的 然後那個空間呢 你是找不到邊際的 就是說你無論走去哪裏 你都不可以說那裏是宇宙的邊緣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真是宇宙的曲率是輕微地正數的話 其實就更加容易理解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的宇宙原來好像一個球體 就是那個球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說 就好像我們站在那個地球的地殼上面 我們周圍在這個地球的地殼上面 想走走走走走 我有船搭船有車搭車 就不要搭飛機 有船搭船有車搭車 不停地希望尋找世界的邊緣 最後就尋找不到 你走了很久 你會發現你原來會回到原本那裏 這個就是在說我們地球上面那個平面 那個曲率就是一個正數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在宇宙裏面會不會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似乎現在都可能是會的 但是裏面那個概念比較難去釐清 就是說如果我有無限時間 我可不可以走運整個宇宙呢 你有無限時間 有無限時間 你應該可以走運這個宇宙的 如果你說走運這個宇宙的意思 就是可能你要到訪這個宇宙裏面 每一顆星 但是我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走運一個宇宙需要有限的時間 還是無限的時間 這樣說 這裡又牽涉複雜一點 因為你又要說宇宙膨脹成怎樣 OK 如果我純粹不理宇宙膨脹這件事 基本上 宇宙裏面的那些星體是有限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用有限時間 可以乘著光線去運這麼多點 但是當然了 這個宇宙本身是動態 它也會不停膨脹 而且就是說 它越遠離地球 就膨脹得越快 基本上整個空間都在漲 OK 我就會說 甚至乎在最遙遠的地方 基本上是 去到光速那麼快 去遠離都可以 你可以這樣說 在那些情況 你能不能夠有限時間去旅行呢 這裡就打個問號 但是我相信沒有人問這些問題 因為很愚蠢 又不是的 因為有一些事情 我們回答不了 就是究竟你的預算 是不是加速膨脹 還是原來就是平直地膨脹 這件事現在還是 早幾年就會說多 原來有加速膨脹 但是這個結果 似乎又要去檢討一下 因為似乎又有其他的一些結果 又出現一些未必是 太過吻合的情況出現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有些東西度得很準 但是有些度得很準的裡面 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說得很實呢 有些是有些不是 這個就是那個宇宙學 最尷尬的那個地方 我記得 以前做一些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很喜歡看一個圖 他們就是講 將那些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那個不雲巡的地方 有多大有多小 將它拆開成一些 統計的圖表來看 那個統計圖表很有趣 出現了一個 叫做一起一落 好像一個瓊魚 你可以想像 有些像瓊魚形狀的 一條這樣的曲線 然後我就嘗試去玩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宇宙 是曲一些的 或者裡面那個 那個宇宙常數項 是多一點少一點的 成分改一下的時候 原來整個那個 統計的那個 那條線 有條尾巴會上 或者它會押向左邊 還是右邊 這樣 你會看到不同的變化 然後究竟現在的數據 最好在哪條線上面 就有些數據分析 幫我們去配合這些線 配合這些線之後 最後能夠告訴我們 宇宙裡面的成分 大約是多少 有多少是暗物質 多少是暗能量 有多少是來自這個 空間曲率的貢獻 有多少是來自我們 日常組成我們身體的物質 那全部的東西是可以 由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出來的 那些的頻譜來去規範 那因為我們是 只有一種這樣的數據 來去一次過規範這麼多的變數 那你會發覺總是有一些 就是 講不定的空間在背後 就是一些 講不實的地方在背後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說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我們的直覺經驗 去理解所謂這個 這個宇宙的空間來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可以當它 一個物質 一個物體去理解 但是膨脹這個概念 我們是否同樣不可以 用我們日常經驗去理解 一個原因 很簡單就是 如果我們講這個杯膨脹 那杯外面一定有東西 否則它膨脹不到 那我們是怎樣理解這個 這個膨脹的概念 對了 同樣了 你膨脹的概念 你就最好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抽空有一個物質 這個概念在這裡 其實膨脹最重要 就是那個空間的膨脹 就是如果台長你說 你的杯膨脹了 其實就是 你的杯 裡面那些粒子 它們之間的空間 大了 於是乎 這些粒子和粒子之間的距離 大了 譬如我和你之間 譬如宇宙膨脹了 其中一件事 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 我和 我一點和另外一點 我和你之間的空間膨脹了 這件事 就不需要一定 是有物質這個概念在裡 純粹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在裡 就可以定義到什麼是膨脹 簡單來說 我們就要抽空我們一些 所謂直覺經驗的一些概念 例如是 物體的概念 或者是 是的 很簡單 這件事膨脹了一倍 用數式的表現 你會發覺 長闊高都成了一個數 那個數本身是一個數值來的 不帶單位的 它不帶單位 即是它不需要是一個物質來的 它可以純粹是一個數學概念 所以說得這些膨脹的東西 以及是不是平衡這些 你會發覺不需要單位的 它純粹用一個數學的數字 就可以表達到的時候 或者純粹用一個邏輯的概念 表達到的時候 就不需要去 過往我們對於 需要物質來給我們這個概念 是的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要拋棄我們所有的 一些日常的經驗的概念去理解 是的 經驗的概念 是的 我這裡給多一個評論 就是其實在我們過往 由2000年開始 宇宙學就成為一個很精確的科學 一直給人很大的希望 很多很漂亮的結果 其實一直到2011年初 都是會覺得 這個宇宙學很多的東西 隨著衛星去量 剩下的問題 就是很多都是檢測過去的結果 而過去的結果應該都很可靠 而近年就慢慢多一些觀測信號 告訴我們 我們過往量度的東西 是不夠準確的 而出來的最有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含意在哪裡呢 就是說我們對於那個宇宙模型 那個宇宙成份 似乎有一些東西 需要重新去檢視 譬如這個宇宙本身 那個微微地正數的曲率 是怎樣去來的呢 似乎又變成一個 需要大家去找回以前的人 做過的研究 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 因為我們累積了很多的研究 就假設了那個宇宙的曲率 是零的 那些東西是否要扔走了呢 然後再去檢視一下 如果宇宙的曲率 是輕微地正的時候 會不會又對於我們 宇宙起源的一些模型 這個曲率是怎樣來的 這些東西呢 重新又要去再研究過呢 令到就是說 去考驗了我們過往 對宇宙模型的一些形式 甚至乎對於Inflation這個模型 應該都會有一些影響在背後 但是這個膨脹的模型 我們現在是否有實證確認到的 是的 但是膨脹的模式是怎樣的 怎樣去結合這個宇宙 原來有曲率這件事 來合理地理解 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 似乎又多了一個變數 在這裏 但是 我們以我們這麼小範圍的觀測 我們怎麼可以推算到 整個宇宙是怎樣的呢 應該這麼說 對於這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它是真的累積了 由宇宙很早期的時候 流下來的一個觀測數據 所以這個全天候的觀測 它不是在看宇宙的一刻 也不是在看宇宙的一刻 它基本上是看了一個 很久遠之前流下來的一個痕跡 所以它就是一個 對於宇宙整體性的一個觀測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比喻 就是這個宇宙背景微波輻射 是一個宇宙的化射 會 而且也真的是一個 目前你發覺很絕無僅有 少數的一些宇宙整個東西 宇宙作為一個整體系統 流下來的一個 我們觀測到的一些證據 另外一些的遺跡就是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宇宙裏面的物質分佈 即微波背景輻射 就是它說它的電磁波的分佈 當然就是另外它的物質分佈 應該都可以說到一些故事 就是宇宙去整個 整個的歷史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基本上 以這個微波背景輻射 作為一個推論整個宇宙形態 以及它的歷史的基礎 是的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是 首先看了這一塊證據 其他的證據 我們觀測的能力是很片面的 以及很短的 所以那個一定是建基於這個基礎上 我們第一次在這裏結束 第二次再回來